OK 大家好 那还是同样的造型 换了一个发箍而已 那我今天穿的这个造型呢 录了四支影片 大家不要觉得 怎么四个影片都是穿同样的衣服 就是懒得换了嘛 因为很麻烦 我就想要快速的赶紧把影片录下来 我一般就是白天录影片 然后晚上剪影片 就这样 因为一般都是早上录 因为下午还要忙家务 做饭什么的 收拾奖 那所以安排就是还蛮紧张的 所以赶紧的吧 不要去琢磨穿哪套衣服 就一套衣服能录下四个就四个吧 对 好 那这个发箍来了 大家又知道肯定是分享 就是还是跟上一个一样 是赖姻周边的东西 那就是没错 就是这个机 那上一个也分享过的 那个新买的这个机的 那个化妆包收纳包 那会把上一个影片呢 就是贴在上面 大家可以点进去看 好 那这个呢 就是我的那个出门带的补妆包了 那今天这个分享呢 就是我的补妆包里面有什么 那我说过很多次了 我其实不是很爱补妆的一个人 所以我就是很追求 不是不会脱妆的底妆 以及眼妆 那 其实是还好了 因为脱妆都不是很厉害 顶多出点油 然后掉一点粉的 那样不要紧 我如果不是出门办大事的话 只是买个菜 接个孩子 那我就不会去管它 就这么地了 然后一般就是比方说出去玩啦 比方说去照相啦 什么的 就是有点正式场合的话呢 那还是需要稍微补一下的 那就会 补妆包就登场了 那就是这个里面装的 首先大家看它多能装 我这已经是给它装满了 但是它还有很多空间 看可以捏 捏成这么多 然后这下面也有地方可以装 但是呢 它也没有走样 就是还是这个形状很好 然后里面打开来呢 就是密密麻麻的这一堆了 我们就要掉出来了 好 那就赶快就拿到什么说什么吧 首先第一个呢 就是Canmake这个棉花糖粉饼 那这块呢 不是那个棉花糖那块 它也不叫棉花糖粉饼 只不过呢 我不知道它叫什么中文 然后我就 也叫它棉花糖粉饼吧 它是粉色壳子的 然后棉花糖粉饼是金色壳子的 它和棉花糖粉饼不一样的地方呢 就是它这个里面是有带一点很细微的闪粉的 所以呢 它上在脸上是有一点亮晶晶的那种感觉 就是不是打造雾面妆感的 是打造那种比较光泽肌的那种的 那我这个是觉得蛮好玩的我就买了 然后它价钱跟棉花糖粉饼是一样 然后除了是那种亮亮的妆效之外呢 跟棉花糖粉饼是一样的感觉 就是像磨了皮儿一样那种 所以这个就放在包里随身补妆用吧 因为那个之前棉花糖粉饼那块被我老公摔碎了 然后我就没有再去回购了 我就买就是拿着这个再用 因为家里就有这个嘛 好 接下来我拿到的是这个包 那这个包呢就是以前分享过那个杂志附录的那个赠品 那我会把连结贴在上面 那以前我是拿它来装那个蓝芝的双色唇膏 那最近呢我是拿它来装这个棉花棒 那这个棉花棒是在大窗买的 就是一个一个是各包装的 前面这一头呢是圆头 下面这一头是尖头的这个 那这个呢我一般会放很多只在这里面 补妆的时候是一定会用到棉花棒的 那为了不让它散在包里乱七八糟 我就拿这个袋子装了 这样的话就很整洁嘛 对 那外面的光线现在一下暗一下亮了 今天是阴天下雨嘛 所以光线可能是会乱七八糟 那大家不要介意 那拿到的是这个YSL的这个 上次我有说过我用积分换的那个化妆刷吧 被我吐槽过的 那确实是很很 那确实是很鸡肋 首先它打开是这样的 把它推到最下面 这是推到最下面了 那它的刷型是这个样子 我就不知道这个刷型要来干嘛用 干什么都不好用 但勉强可以拿来刷腮红 所以呢我就把它放在包里刷腮红用 那它毛很刺很硬 真的不是很好 看上去这种金金金灿灿的包装 实际上非常的轻 所以这个就是 换都换了不要浪费了 就拿来刷腮红 好接下来呢 是我非常喜欢的这个YSL的纯油 还是纯粹的什么东西的 那我这个色号呢 应该是六号色吧 就是它最浅的那个颜色 没错 那这个我是放在包里的 它擦在嘴巴上非常的舒服 然后它不会像那个 Louge Volupte Shine一样 会倒拔干 这个是不会的 而且它是会变色的 那这个是最浅的颜色 所以变出来也是最浅最淡的那种 浅粉色 就非常好看 让你的嘴巴觉得就是 非常的有营养 然后嘟嘟的那种的 那其实这个呢 我一般是舍不得用的 因为像这样的变色纯油啦 我就是还蛮喜欢用Canmake那个 然后那个我经常会用 而用掉好几只 那这个呢 我是很喜欢 但是我舍不得用 但是我一直会放在就是包里吧 那它这个味道很好闻的 和那个Louge Volupte Shine是一样的 那说这个是什么味道的都有 但是日本的那个柜姐说 这种叫芒果味 可是我是没闻出来哪 是芒果味 接下来呢 是一个遮瑕呢 是爱丽小屋 之前很早的影片的时候 我有讲过 我很喜欢这个遮瑕 但它现在好像已经是 就是 就是没有了 这一款好像就已经停产了吧 买不到了 那我这个呢 用掉了快到底了 还剩一个一小点底 我就把它放在包里补妆用 那我为什么需要遮瑕膏呢 就是因为我脱妆 就是会脱妆 就是下巴会粉底掉 没有 然后呢 就是这个 我眼下呢 老是会黑黑的 然后 有可能是眼影掉下来 有可能是眼线了 睫毛膏掉下来 但我觉得不是眼线和睫毛膏的问题 就是 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眼影会掉下来 然后黑黑很恶心 那我就得把那个 把那个就是脏的地方推掉 推掉之后呢 那就是这一块没有底妆 很突兀 就稍微点一点点这个 然后把它清静的推开 就可以遮瑕一下 然后呢 然后呢 说到了那个遮瑕呢 就要说一下这个 推遮瑕的这把刷子吧 它很小很短 那这个是大创春机的 那个眼影刷 那大家看它其实是个眼影刷 但是呢 它的这个毛呢 不是那种洗人造纤维 是那种尼绒的毛 就是非常硬 非常有力度那种 而且很扁很平 我觉得拿它来上眼影 是肯定不好用的 还不如拿它来做遮瑕呢 所以我就把它放在包里 做遮瑕刷用 那这个还蛮好用做遮瑕 就这样轻轻把它拍开就行了 对 而且它这么小一只 然后放在包包里 也不会很就是占地方 对 那说完了遮瑕 那还是要说一下 这个东西吧 那这个也是我以前 有介绍过很多次的 在我彩妆收纳里 我有讲过 它是一个那种蜡笔 就是你卸妆用的蜡笔 它就是专门是给你 比方说化妆失败了 眼线化失败了 睫毛刚弄在皮肤上 弄不掉了 你就拿这个呢 就是哪块失败 画在哪里 然后它是那种卸妆膏样的东西 只不过是做成了蜡笔的形状 那弄上去之后 拿海绵一条就掉了 非常的方便 那这个呢 我是家里放了一只 然后包里放了一只 那就是一定要拿它来 做补妆的时候会用到 然后配合海绵棒了 对 好那接下来这个呢 是Can Make的这个叫 拜拜油油 stick 那它是一个这样的东西吧 就是 好 OK 它推出来呢 是这种的 就有点像遮瑕棒 但它不是 它是一个那种硅胶 就是硅质地的那种 就有点像那个 毛孔隐形露那样的东西 那它也是达到那个效果 它意思就是让你哪块地方出油了呢 你就不用拿面纸巾或者是西油纸 你就直接拿它这个 在你出油的地方就这样滚滚滚 那正好我觉得 我好像是出油了 还不只是就是光线的问题 诶 镜子里看没有很油耶 但我就试给大家看一下吧 就是比方说这个鼻头 然后是不是立马就不亮了 不油光满面的那种 然后这边 这样 好是不是立刻就有点雾面了那种 当然这个东西不要用太多了 用太多呢 它就卡在你脸上了 就反正它质地就是那种 很滑顺很滑顺的 像花石粉一样的那种 硅胶感的那种质地的东西 那这个蛮方便的 就有的时候你手边随手会没有 没有餐巾纸 也没有那个西油纸 所以拿这个就滚滚滚就好用了 对 好那接下来呢 是一个眼线叶笔 那是这个美少女战士的这个 那这个是黑色的 那这个眼线叶笔呢 所有眼线叶笔 所有带这个美少女仙女棒的这个呢 都只有黑色 然后不带仙女棒的呢 是还有一个棕色的 那我就是 纯粹是看这个仙女棒我才买的 那这个放在包里呢 是因为我是一个眼尾的眼线 非常容易掉的人 那我的掉法是什么掉法呢 不是说晕开的那种掉 我就是变成了小渣渣 然后那种掉没有了的那种 那那个时候眼尾光是眼尾没有 很奇怪 我就一定要需要一个眼线笔 然后补一下 对 好那接下来是两个腮红 一个是这个Vset的这个腮红膏 那这个是活到不行不行 我的色号是PK4号 但是我就是很没有 没有很喜欢这个产品了 而盖子也是掉了 对 那它的颜色呢是 它颜色是这样的 就其实这个颜色呢 我觉得哎呀 说不上来吧 我一开始试了很多 我才挑中这个颜色 但是呢 买回来之后呢 上脸之后呢 我又觉得这个颜色 也没有那么的好看 而且显得脸好肿啊 就像被被谁打了一拳那种 所以就是没有很喜欢这个 那平常我是不会用 放 放在补妆包里呢 也很少用 但是就是扔了很可惜嘛 而且盖子都坏了 估计卖也卖不出去了吧 对 那接下来是这个Canmake的 那个腮红 那这个就还蛮喜欢 这个是01号 我还有一个02号吧 对 那它这个颜色呢 就是淡淡的那种珊瑚粉色 这边是那种 它很闪很闪的闪的那种 就是怎么讲 荧光蜜桃色 对 那这个可以当高光用 这个就是腮红 还附赠了一个刷子 那这刷子也还一般个 一般个好用吧 一般个能用吧 都说不上是好用 那反正比我YSL那个 槽点很多的那个刷子 就拿那个扫下就行 OK 好那最后一样东西了 就是这个 会震动的这个电动的梳子 那它就是这个牌子 叫Bijona吧 Bijona这个牌子 那它是分这种 可以携带式的 还有在家里用的那种 非常宽非常大的 大牌鼠 那它打开呢 这个就是可以当手柄拿着 那它梳子就是长这个样子 全部都是小钢针那种的 然后像钢 当然钢针的头是圆圆的 所以不会很痛的那种 然后这有一个按钮 一按 大家听 听没听到 呼呼呼呼 震动的声音 它的意思就是 然后你梳的时候就 打开震动 呼呼呼 然后它就震 然后就会起到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效果 就我就忘记了 但反正就是说 它这个梳完头发 就非常的滑顺 那这点倒是没说错吧 反正不会拉扯头发 然后不会让头发 有的时候头发枯燥的时候 拿别的梳子梳呢 然后本来就打结了 还枯燥 然后一梳完 那个头发感觉更糟更糟 整个就是一头海草 那种感觉 那这个就不会 就梳完的头发是非常 就是该有的亮泽感 还保留 然后而且很滑顺嘛 所以这个 我就随身带着了 但是这个呢 就是有点沉吧 所以会让整个化妆包 变得很沉 而且还蛮大的 它有一个那种 非常颜色深的桃红色 还有一个这个浅粉色 那我就是选了 这个浅粉色 对 好那这样就空了 对 大家看见这个包 多能装了吧 而且大小呢 就是正合我意 我就是基本上 把这一个包装满了 那我就是出门补妆 所需要的东西呢 那都在里面了 所以呢 真的是还蛮喜欢的 那这个Line Friends呢 真的是想着法的 骗我的钱 那大家会说 你不买就好了呀 那我就是做不到不买了 因为太可爱 太喜欢了 对 好了那以上就是这个 出门补妆包里面 都有些什么的一个分享了 那光线是越来越暗了 那我就说到这里吧 好那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咯 拜拜 哈喽大家好 那大家看我戴上了这个发布 大概就应该知道了 没错 又是和Line周边有关的东西 那我最近在Line的那个官网里面呢 又买了几样那个Line周边的东西 这边